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fin老师 今天的视频小课堂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尔兰留学相关的一些信息 爱尔兰留学这两年是越来越火爆了 从咨询量还有签约申请的学生来看 真的是越来越火爆了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爱尔兰都布林大学它的一个可以跨专业申请的计算机硕士课程 大家都知道爱尔兰是欧洲的硅谷 所以IT是非常好就业 当然也是非常好拿身份的 那么加上爱尔兰硕士呢是可以有两年的工作签证的 所以如果去爱尔兰读书的话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如果找到工作买了它的薪资要求的话 工作连续完两年以后呢是有机会转PR的 爱尔兰的教育投资发展署呢 与微软和领英合作发布了第四季度的劳动力市场信号的一个报告 称就是2021年的7月和8月 爱尔兰的招聘率呢比2019年同期平均高出15% 与此同时呢像爱尔兰它的经济表现呢也是非常强劲的 随着更多的行业在疫情后重新开放 爱尔兰的经济呢正领先于其他26个欧盟的小伙伴 这对于想利用爱尔兰两年工作签证的国际学生来说 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消息 那么今天Stefan老师呢就一起 大家要来看一下非常热门的 杜柏林大学的计算机转换硕士课程 11月刊放申请到现在啊已经有很多学生拿到录取了 据说现在都快满位了27号就即将截止 所以大家想申请杜柏林CSC专业的学生呢 一定要每年要尽早的准备申请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Stefan老师一起来详细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一个详细信息 那么这个课程的全称呢叫做 MSC Computer Science Conversion 那么这是一个计算机的转换课程 此专业呢是为爱尔兰杜柏林唯一接受 转专业的一个计算机科学硕士课程 只有此专业呢为有志转专业到计算机的学生提供的 丰富的一个计算机编程 人工智能软件工程认知科学等 纯计算机领域专专业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一共是16个月的 目前的学费呢是26400欧元 它的学术要求呢是要求学过数学类的一个课程 所以没有要求计算机背景的 如果你是学过高等数学 大学数学 线性代数 微积分 概率统计等的这个课程呢是可以升的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是要求你如果学过计算机相关的课程 不超过四门 比如说计算机基础啊 CID制图等课程都是不算的哈 满足持要求的话 如果你的GPA也满足 它的要求的话就是可以申请的 这个GPA杜柏林是有单独list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问我 它的英语要求呢是雅思6.5单向不低6.0 现在目前疫情是接受多年国的 是110单向不低100 然后托福和PTE都是接受的哈 它的课程设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它包含了像编程转换课程 另外呢还有像数据结构和算法 这也是转换类的课程 还有就是关系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还有就是操作系统 另外呢还有像网络和互联网系统 这些课程的话都是转换类的课程 所以它对于没有学过的学生来说是 相对来说入门不是那么难的 是有意义到来的一个过渡阶段 还有计算机机构与组织 还有外部的也就是应用程序开发 除此以外呢还有Java的编程 软件工程和计算思维 还有数据分析 还有研究实习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它一共是16个月的嘛 其中的话是第三个学期 学生是可以选择三个月的实习的 学院的话会提供它的资源 给到学生去面试 至于大家能不能拿到这个机会呢 就要看你的面试情况理不理想了 那么如果能拿到面试实习的话 实习经验比较丰富的话 加上你实习表现好的话 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那么对你将来找工作的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课程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关于爱尔兰的这个 杜柏林大学的这个计算机转换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 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私心再问我 那么今天的视频小课讨就结束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拜拜